学姐最终还是和她的大叔分手了 这并不是一个大叔抛弃年轻姑娘的传统故事 大叔其实并不老 三十岁出头 干练有能力 为人也不错 当时我们哥几个都觉得 他们一定能成为俗世里的两朵奇葩 他们的感情一定能开出花来 结果花是开出来的 只是没来得及结果就谢了 学姐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姑娘 当时她喜欢大叔的最大原因 就是她觉得大叔特别成熟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她觉得自己身边的男人都像个孩子 我当然不服 我说尼玛 哥的思想深度还是不错的 学姐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可是大叔比你长得帅呀 虽然你长得也不错 妈的 说到底还是看脸 混蛋 学姐先我一年毕业 毕业之后就回国 我去了大叔所在的城市 在这一年里学姐很少更新自己的动态 我也就慢慢地和她疏远了联系 直到前阵子机缘巧合和她联系上了 一起出来吃饭的时候她一个人 她才和我说起 她和大叔已经和平分手了 我当时不明白 问她 大叔各方面不是都挺好的吗 她说是的 可唯独只有一点不好 就是我们聊无赖 她说大叔帮了她很多 在工作上 在生活上 可自己跟不上大叔的脚步 简而言之 这种跟不上就是 两人聊天总聊不到一个步调上 她很努力地找工作 为此碰壁好几次 可大叔总觉得 她现在经历的事情只是小事 她偶尔和大叔聊起一两部电影 大叔把男主角的名字弄错了五次 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情 学姐努力了 只是尽管如此 她想要在精神层面上跟上大叔 还是得磨练好几年 她没有办法和大叔 倾诉生活上的很多苦恼 因为大叔都觉得那不是苦恼 大叔也没办法 和他说职场上的东西 因为他总是听得云里雾里 慢慢地两个人的话越来越少 最后分手了 我写过很多故事 也越来越明白 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一定要有话说 很久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达到的标准 后来发现这是世上最难的标准 甚至远高于物质的硬性条件 两个人在一起说话 说废话不会腻 不说话不尴尬 太难 这世上没有谁和你一开始就是同一个频率的 两个人势必有一方要停下来拉后面的人一把 或者拉在后面的人要努力一些 尽量跟上前者的步调 这方面学姐足够努力 只是大叔已经走得太远 已经没有办法停下来 学姐用跑的最后累了 只能放手 我想起另外一个故事 小A和老赵 在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二年分手 那时候小A已经找到了工作 而老赵白天找工作 晚上就把自己扔到网吧里 可想而知 他白天找工作的时候 状态肯定不好 小A和老赵在一起快五年 对自己说 无论怎么也要和老赵过下去 在他未来版图里必须有老赵的位置 否则那样的未来干脆不要 这是当时小A和我们说的话 可是他们后来还是选择了分手 是小A提出来的 老赵后来逢人变骂 小A无情 在后来我们的朋友圈里 就没有了老赵这个人 谁都明白 问题的大半出在老赵身上 小A拼了命地想把老赵拉到现实生活里 老赵就是躲在象牙塔里 不肯出来 到后来两个人已经没有办法交流 小A工作了一天到家里 只是想有人说说话 老赵却在网吧里玩游戏 小A遇到了很多问题 想让老赵出出主意 可他发现那时候 他仰望着的老赵 已经没有办法给他想要的了 他们每一次为了一点小事吵架 老赵都会说一句 你现在是不是看不起我 当老赵说了几次这句话之后 小A明白 他们已经不可能在一起了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在一个频率里了 和大叔不同 他更没有办法等他 因为他现在还什么都没有 只能往前走 他们分手 你可以说小A现实 但他只是做了对于他来说正确的选择 他们本来可以很好的生活在一起 熬过了四年大学 熬过了最苦逼的毕业那年 最终还是没有能修成正果 只是他受过了老赵 一边描述着所谓的未来 承诺着很多 一边又从来没有为之努力过 很多人都把分手怪在物质上 但更多的情况是 说要好好奋斗的男人 许诺了一切却不为之努力 连游戏时间都不肯牺牲 到最后却又怪女人太物质 说要陪伴男人的女人 总是花钱在不值的包上 明知道少一个包可以减轻很多负担 可他偏不 最后还要怪自己的男人没本事 大多数人就是这么逃避 属于自己的责任 你可以选择大叔 那就意味着 如果你要和大叔走很远 你必须要尽快跟上大叔的节奏 两人能在精神层面 也能很好地交流 这也意味着 你必须让自己变得更有韵味 否则永远 有更漂亮更年轻的女人 替代你 而如果你们决心一起奋斗 请照顾到彼此的感受 这世上最好的感受 就是两个人一起 从无到有地创造 可这条路千辛万苦 如果你决心走这条路 就拿得起相应的觉悟来 男人少玩些游戏 女人少一些虚荣 可以找到和你一起奋斗的人 是一种幸运 是一种最大的幸运 以前我总队长辈们的 门当户对的说法 嗤之以鼻 现在才明白 所谓的门当户对 不一定是物质上的 而是指两个人 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 相似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能为了相似的目标 而并肩同行 说话总要解释半天 或者根本说不到一块去 多烦心 能聊得来真的太重要 所以请一定要珍惜 愿意等你的人 也一定要努力跟上他的脚步 因为这世上没有人 有义务去等谁 也没有谁 给足自己安全感的人 才能遇到一个 你不需要取悦的人 才能遇到和你同频率的人 愿你和身边的人说话 不用解释半天 愿你身旁有人 愿意和你并肩同行 嘿 我真的好想你 现在窗外面 又开始下着雨 眼睛干干的 又想哭的心情 不知道你现在 到底在哪里 嘿 我真的好想你 太多的情绪 没适当的表情 最想说的话 我该从何说起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 在想你 如果没有你 没有过去 我不会有伤心 但是又如果 还是要爱你 如果没有你 我在哪里 又有什么可惜 反正一切来不及 反正没有了自己 我真的好想你 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真的好想你 我真的好想你 太多的情绪 太多的情绪 我不会有伤心 我不会有伤心 我真的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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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